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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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說都沒有報過啦 至少都沒親過啦 就是想到回去 今天下班我去 我去要不要他也睡著 我想說去親他一下 可是有時候真的 真的親不下去 我會說嗨寶貝你回來了 然後我就開始準備 看他需要什麼 我就開始護士他 然後我說阿迪亞你好棒 我好幸福有你這樣的兒子 我就說謝謝你當我的兒子 就這樣子 就是當我們回外婆家的時候 我也會對我的爸爸媽媽 就親親抱抱 然後我的小孩看到了 他也會很自然而對阿公阿媽這樣做 然後我們剛剛的就是 組員也有分享到 其實我們自己的爸爸媽媽 他也 其實心裡也是渴望可以做到這一塊 只是他們有點害羞 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調整自己啦 調整爸媽的角度去 因為小 爸媽要的跟小朋友要的 我覺得這個不太一樣 不會 我們現在剛剛就講說 我們今天回去之後 能不能反過來 我去找我兒子 之後想說 過來 過來抱我 至於我的兒子現在國中二年級 真的就是叛逆期 真的就是標準的臭男生 永遠你看他 他就是滿頭大 就是臭男生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就是他的爸爸 我也學習 我也告訴我自己 就是要去跟他接近 就是要抱他 爸爸對我的影響 其實我自己剛剛在回想 我到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我印象到我高中 我爸爸應該是沒有抱過我 所以說我覺得我們這樣 有這個機會 有這樣的資訊 可以去學習 可以去接觸 真的 感覺是滿感人的 你必須要刻意的去提醒 或者來幫助你提醒一下 我們今天用這個小豬 也就是幫助自己 你看他癌得太少了 我可能需要怎麼 再努力一點 好 給自己有一點點的挑戰 我相信會很不一樣 我相信讚美的力量 耶